十二星座二三年到二五年迎来新一轮的三年大运 因为土星的位置要移动了 那对社友座来说呢 从二三年的三月八号到二六年的情人节左右呢 土星都会停留在社友座星盘的四宫 守护星木星呢是一路从五宫盘升到七宫 社友座未来三年的关键词就是 首家尽责 全局优化 社友座在上一个土星周期之前 也就是18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土星还在摩羯座 对社友座来说在财务方面 健康方面包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以及所在的行业 专业 工作选择等等方面 是有转变发生的 那二零年的二二年这三年 对人际关系也会颇有体会 人际遭遇是很丰富的 比如朋友不再是朋友 恋人不再是恋人 像分手啦 或者是遭人陷害丢工作啊 或者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 不那么容易适应等等 加上天王现在六宫 所以主要是职场以及外在的生活环境 会有很多的转变 或者是某种模式的一个变化 甚至体型 体态 体质也会转变很大 而未来三年呢 社友座不仅仅要考虑外在 考虑往前冲 还要考虑内部 让外必先安内 要齐头并紧 两条腿同时走路 这当然也会对应到双份的收入 多样的工作 多重的身份 两个任务同时进行 或者是家庭和事业的平衡 这些既有很大的挑战 又会让社友座能够被唯一重任 一夜之间长大 成为能够承担对内对外更重要的角色 成为家人也可以依靠的人 社友座会发现啊 父母家人变得更需要自己照顾 更依赖自己了 或者家里呢有更多的是需要自己去处理 去安排啊 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家之主 一个大家长的样子 或者是安家置业方面的一些计划 自己也是要考虑了 社友座呢不论几岁 都是一个相对单纯的星座 不过接下来几年会成熟的很快 从小孩子变成顶天立地的大人 比如说因为自己有孩子了 所以就要当大人了 当然这只是个例子啊 星座视频不对应个人 不同的社友座 个人星盘对应的情况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方向上呢 对内对外社友座肯定会成熟起来 对外呢会成为同事领导团 对客户眼中可依赖的对象 财富事业方面呢 社友座未来几年 会有好几轮的调整和变动期 所以呢这边要分成两类的社友座来分析 喜欢新鲜不断变化的社友座呢 有机会在职场迎来很多切换不同工作 不同任务的机会 在保障自己基本所需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多番的尝试 会有机会探出更好的一些新的路子 或者是创造出自己想要的一些工作 尤其是今年的3月23号到6月11号 想要换一个环境的社友座 这个时候会引来新的机会 那么适合真正移动 落实刊展新的工作 新的项目的时间呢 是5月下旬 或者是7月13号以后 那么另外一批 喜欢安定和安稳的社友座 要仔细听好哦 我会把方法都列举给 不同年龄 不同情况的社友座 对这批社友座来说 今年的3月末到6月这段时间 首先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自乱挣脚 因为如果不喜变化呢 那么这就会对应到 一个需要做全盘的考虑 甚至把过去推翻 重新搭建翻新的一个时间 或者呢综合自己事业 读书家庭的情况 做一个新的规划 新的考量 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情况都纳进去 虽然可能工程浩大 但是会很棒 因为呢人生每一次 需要修改的时间 也都代表我们可以做优化 升级扩大的机会来了 是很值得的 关键看社友座 怎么样去看待它 那么工作的社友座 这个时候只要想 一定有可以开辟新的财路 新的工作 新的项目的机会 不是抛弃旧的工作哦 旧的要能留 尽量留住 然后在此基础上 增加副业 增加多几份的收入 或者把旧的工作当中 去增添一些新的创意 不要把金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未来三年 喜欢安定的社友座 一定要有预备方案 保底的措施 这样的话 哪怕其中一份工作不稳 我每一个月 还是有另一份收入的 那么社友座 未来三年就能累积下来 不少的原始资源 那么环境再怎么变 家里再怎么变 自己都可以应对 有人想开除社友座 社友座自己就可以 先把老板开了 因为自己已经攒了 足够的财富 干了不高兴就可以走 反正还有另外一份收入 也能够过得很好 社友座在未来三年 就要拼一个这样的底气 并且呢 有些社友座肯努力的话 副业的收入 是有望超过主业的 也就是从收入的角度来说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副业 它可以作为 你终身的一个谋生工具 那到24年的1月23号 到28号以后呢 社友座在职业发展方面 就会有更大的一个自主权 因为那个时候 自己会多一份保障 多一门技能 如果想要切换到新的平台 和跑道的社友座 那么24年的5月21号 到26号 日金木先后进入七宫的时候 会带来这方面的机会 财运的增加呢 未来三年主要在于 累积积水成河 不论现在有没有工作 今年社友座一定有机会 学一门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或者让自己自给自足 能够作为主业 或者是副业的本领 而且我刚刚说了 这个本领是够吃一辈子的 这个本领呢 社友座大概要花 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掌握 比如说六月初开始学 到十月初就能够很好的 在实际中应对 变现 盈利了 所以今年很适合 把储蓄投在自己身上 财务规划可以放长线 钓大鱼啊 钓自己 不要去钓别人啊 也不要被别人钓 那三年中呢 二三年 二四年适合累财啊 有机会采到风口行业 有很多可以拓展财路啊 靠自己的才华和创意 去换取不菲收入的可能性啊 那二五年的话 适合守财 以应对一些大的花销啊 比如父母的 孩子的结婚的费用 这一年很适合位于筹缪啊 或者是可以应对一些 外在的一些不测 一些变化 比如说为自己的退休生活 提前存一笔储蓄等等 那要注意的是啊 整体三年设作都不太适合 偏财类的投资 一定要控制这方面的进出 实在要投的话 比较适合长线型的 保值型的 那高风险类人呢 顶多二五年的十月末以后 如果个人心盘配置不错的话 可以适当的看一看 事业工作方面呢 整体适合在原本熟悉 会有一定背景 一定了解的行业领域啊 或者是项目机构当中 去谋发展啊 可以是新的发展 但是呢 转型不转行 做生意做公司也是如此啊 比如说以前做销售 现在可以做电商销售 不建议弃旧土星 应该隔旧顶行 改变旧的方式方法 传承是创新的前提 同时要专注啊 注重工作的完成率 工作尽量不要隔夜 那比较重视家庭和情感的 设有座呢 结婚生子 投身家庭 用家庭平衡事业板块 也是未来三年 可以让生活稳定的一种选择方式 未来三年设有座的 恋爱感情运很旺 从今年的7月13号 到明年的 也就24年的5月 有很强的恋爱交友生子运 紧接着 从24年的5月21号 到26号开始 一直到25年的6月9号左右 又是一个正元运 正元运呢 往往代表可以谈婚论嫁啊 修成正果 情感进入到下一个新的阶段 或者呢 预见符合结婚条件的对象 所以不论设有座 现在想不想恋爱 结婚 生小孩 未来三年婚恋的问题 传宗接代的问题 必然会跃入 摄手座的生活里 那当然因为沐昕是吉星 他和北交点又进入了 恋爱生子宫 那么这个阶段 谈个恋爱或者生个小孩 是可以帮助摄手座 化煞 转运 提升个人运程的 如果成家立业 在未来三年要排个序的话 摄手座建议先成家 先把终生大事办了 把孩子生了 再去拼事业会更好 不用担心会阶段性 影响自己的前途 因为呢 从行运看 这两件事情 越放到后面 摄手座越走不开 因为后面几个 土星大运的重点 都是拼事业 拼创业 拼晋升 大力发展自己 会越来越没有 闲暇心力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三年结婚生子 对后面摄手座 事业财富 反而耽误的时间 是最少的 所以这个时候 是比较有利的时间 那么对于已经有家庭 有孩子的摄手座来说呢 要安抚好伴侣 安顿好孩子 才能让自己 更长期的阶段里面 无忧的去工作闯荡 否则的话 对方或者是 家里面的一些事情 会影响到 摄手座的发展 一定要重视伴侣 我刚说了 要尽责守家 不要把工作和家庭交叉 造成情绪的内耗 那么家就会成为 摄手座的精神支柱 往前闯荡的底气 而非一个大窟窿 土星在四宫呢 家越望 越珍爱家人 甘愿照顾家人 对家庭付出 有耐心 事业财富各项发展 就会越幸运 尤其是2025年 摄手座会 对这方面深有体会 家里团队 如果不安顿好的话 事业就会很难推 那对于学生的 摄手座来说呢 现在一定有一个 自己想要 跃跃欲试 孤注一致 想要成功的目标 那么双很重要 比如说专业 可以选择 复合型的专业 或者是双学科 双学位 那暴读学校呢 可以多个目标 摄手座未来三年 一定要避免 只瞄准一个目标 拼命的心态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千万不要这样子 人生没有必须怎样 才能怎样 比如二三年失利的话 可以不放弃 可以继续读 摄手座有这个运 是可以去读出来的 是可以实现 自己学业方面的目标的 但是要现实 现实就是说 如果成年了 那你要能够养活自己 比如可以半工半读 你可以同时进行 如果未成年的话 那么下一次目标 可以定得更稳一点 不一定非要去那个 花很多心力 却很难达到的学校 放下一根筋 摄手座肯定能够成功 也不要跟自己讲说 一定要考上 然后再去考虑谈恋爱 不 未来三年 设手座可以边爱边学 而且呢 爱情的滋润 会让设手座更有动力往前 当然这是对应到 成年的设手座 未成年的呢 要避免早恋 影响读书 因为恋爱运太旺了 不要耽误自己的功课 整体而言呢 二三年的二五年 是设手座积极探索 生存发财各种项目 有能力身兼数值 多个口袋累积财富 承担起家庭事业重责 安身立命的三年 那也因为四公是一个起点 因此呢 这三年会奠定 设手座未来十年的根基 比如说是否能够 拥有一个家 一个房子 家庭结构的变化 或者脱离家庭 迈向独立自主 步入社会 那也会对应到搬家 或者说安顿好家里的事情 为了以后更好的出发 也对应到组建团队 进入到某一个单位机构 谋求更好的未来等等 那地域方面呢 靠近家乡 或者是在本地发展会更好 不适合去太远的地方 比如国外 个人发展的重点呢 在平衡 以家为家 以乡为乡 才能以天下为天下 能守住这份信念 平衡好自我的小家和天下 设手座就能将天下纳入脑中 在天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要祝所有的设手座 心中有光 脚下有路 勺花不负 未来可期 我是爱道范老师 用心作和心理学 一起更好生活 下期见 拜拜